最近中国的烂尾楼之乱 就是他们的烂尾楼是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拖延建设项目 导致房地产危机跟破坏 这个坏账风险升级 来自22个城市购物者 拒绝交付抵押贷款 专家表示这将带来社会动荡 增加银行不良贷款 过去我们讲烂尾楼是开发商 开发大伙没钱了 摆烂 现在是我买了房子 照理说我们买房子大概一辈子 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就买一间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 把贷款付掉 现在连消费者都不付贷款 没错 因为中国其实它这个烂尾楼 其实是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烂尾楼 因为其实过去他们各个城市 都在比较这个GDP 各个城市发起这个GDP的锦标扇 因为你这个城市如果GDP越高的话 他的执政者他就有机会升官 所以当然他就会去扩大 这个所谓的城市的建设 或者是这个新型造政 所以就盖了一大堆房子 那也有很多的这个中国人民 他们就会去买这些房子 可是他在缴钱的过程当中 他就发现说 奇怪我每一次缴这个钱给建商 建商这房子怎么好像永远没有在盖 对永远都不动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这些建商为什么没有在盖 因为他在盖的过程里面会发现 可能产权有问题 或者是呢 他工资付不出来 所以这些建筑工不盖了 那所以就会发现说 这个房子永远盖不好 结果到最后呢 这些中国人民他受不了了 他就说建商既然你不盖 那我就不付你房贷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最近中国不是一直在 行使这个动态清零吗 动态清零的时候呢 其实工厂就停业 那这些一般的民众呢 他也没有办法去工作 所以他只能靠着 他自己原本的这些储蓄啦 等等维持他的生活 可是储蓄每天这样用啊 用久了总是有一天会用光 那用到最后 这个房贷搅不出来 当然我就是背离我的信用 我这个信用破产也没关系 我就不搅了嘛 那不搅之后就造成 这些烂尾楼的产生 那这些烂尾楼产生了 其实他严重的问题影响到什么 因为当这些中国的民众 他不搅房贷的时候 影响到的是 中国的金融里面呢 他就会出现非常多的呆账 那这些呆账呢 他影响到的是 地方的这些政府的经济发展 那所以现在这一连串的这个火啊 其实已经烧到地方政府去了 那烧到地方政府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地方的烂尾楼呢 中国去年啊 24个重点城镇哦 延迟交屋的多达18.6万个 而且这18.6万个相当于 同年的新屋啊销量的9% 所以同年的新屋里面呢 可能时间就有一间的这种烂尾楼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目前的烂尾楼 各个城市里面啊 郑州高达30% 那后面的呢 还有长沙昆明等等都有20%以上 显现说这个烂尾楼的事情啊 是非常的严重 那现在中国的民众呢 他发起了这一个 就是不缴贷款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他是一个自发性的 而且他是一个大家 没有说很像走上街这样 他是没有组织的 自己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他等于是用 非常非常弱者的这个武器啊 来去对中国的政府表示一个 因为他不缴贷款 他的房子也就没了 他房子就没了 他等于前面缴的都没了 对而且他就是用他最 最卑微最卑微的一个方式 向政府表达他的不满 甚至于这些烂尾楼 还发生一个状况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房子没有盖好 他在外面也住不起房子 所以他就搬进去这个烂尾楼里面 这烂尾楼盖到一半楼 没有窗户 也没有这个门 他就直接住在这个里面 这怎么住啊 这完全都没有 也没水没电 全部都没有 但他就去住在那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中国现在的现况 那从房产到金融 可以看到这一连串的体系 会因为这样子而全面的崩溃 对所以难怪 我抽一件事 谢金 刚才宇翔 假承宇翔 宇翔刚才说的 这个GDP锦票赛 你可以发现 它会集中在 烂尾楼会集中在 什么样的城市呢 二线城市 什么意思呢 那个北上广深这一种 有钱人齐货可居 他们住的是豪宅 你说那个很贫穷的农村 基本上不要说烂尾楼 他们连房子都买不起 没错 所以说呢刚好初线上 刚才点的像长沙 郑州昆明长沙 这一种了 就刚好卡在不上不下 而且呢又是呢 所谓的中部崛起 过去这些城市就喜欢讲 我们不东不西啦 只有靠中部崛起啦 你有西部大开发嘛 是 然后东部呢 基本上也在城市比较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 都集中在中部的二线城市 再将这些领导呢 仰望二十大 分本都希望在锦标赛之中获胜啦 那这些城市的条件呢 要冲GDP呢 比较容易啦 所以说呢 最后所产生的效果是啊 这些烂尾楼 刚好都是在这些呢 中部 或是说呢 这个内陆啊 二线城市之中啦 三线城市之中啦